新北市某国小到台东兰宇校外教学 其中一名学生因为接触到学校的确诊教练 返回新北市筛检阳性 昨天晚间又传出另外一名学生也是PCR阳性 在校长跟家长陪同之下先留在兰宇隔离 其他的104名学生则是从兰宇搭船返回台东 再搭车回新北市居隔 学生们提着行李一一从船上下车 在老师们的引导下排成一排来到台东的富岗渔港 脸上出现疲态的学童总算离开兰宇 要搭游览车返回学校 他们是新北某国小的校外教学团 会这么一波三折全是因为18号造访兰宇 结果有一名学生因为日前在校接触的教练确诊 紧急返回新北后裁剪血尘 而就在20号晚间又有另外一名学童在兰宇裁剪阳性 由校长和家长陪同留在兰宇隔离 昨天就有孩子先回来 然后今天有孩子此刻 他的身体状况应该是不适合搭船 剩下104人搭船回台东后 而为了避免群聚 特别搭乘不同车北返居隔 在防疫规格上是拉四部车 第一个是我们都已经裁剪过了 全部的裁剪都已经结束了 整个防疫政策上面 他们应该要遵守的政府的法则 是就不要再去公共场合 在学生们离开后 清洁人在船舱和码头来回大清宵 疫情持续多点报 兰宇当地卫生局也请旅游团下榻的民宿员工和散客 通通要做快筛 就是怕有个万一影响到当地居民 记得刘云祥台东报导